如何圆满四念处? 佛陀说,圆满安那般那念的人,同样也圆满四念处。 这里我仅给出基本的含义。 上文所提的四组四法中,第一组四法的修习,包含技术和随逐的方法,完全是构成了。 身随观念处,入膝和出膝,作为四身的一部分,称为身。 因此安那般那念。 经说道,我于诸身中,称为身者,即入出膝。 第二组四法的修习,构成。 受随观念处。 经文说道,我于诸寿中,称为受者, 即对入出膝之善作义也。 善指出需要特别地努力去觉知悉,等等。 这里,在持续地把注意力放置于入膝和出膝的同时, 努力去带有智慧的清楚觉知感受。 因此第二组四法的修习称为,受随观念处。 第三组四法的修习,构成。 心随观念处。 这里,同样的,在持续地把注意力放置于入膝和出膝的同时, 努力去带有智慧的清楚觉知心。 第四组四法的修习,比如随观无常,是。 法随观念处。 这里,再次地,在持续地把注意力放置于入膝和出膝的同时, 努力去带有智慧的清楚觉知滩,忧等。 不善心所地舍离。 经文说道,比断其滩,忧,以意见词,友善观察。 因为专注于入膝和出膝的同时观照无常等法, 他也恰当地称为。 法随观念处。 如何圆满期觉知。 现在说明禅修者如何圆满四念处同样也圆满期觉知。 既然安那般那念的修习包含了让正念日以稳固和强大, 这等于修习念觉知。 经文说道,当禅修者修习安那般那念, 正念变得稳固,到达没有失念的时刻, 那时就圆满了念觉知。 禅修者修习安那般那念, 培育观智, 辨别修习中涉及的各种, 名色、法, 这就是圆满则法觉知。 经勤于安那般那念的修习, 就是圆满经济觉知。 到达觉知喜的阶段后, 对喜的不断培育就是圆满喜觉知。 修习安那般那念获得喜后, 散乱和迟钝等烦扰的状态得到减轻和平静, 这种平静的不断培育就是圆满清安觉知。 培育出清安后, 定就培育出来, 这就是圆满定觉知。 培育出定后, 就不再有任何机会让忧虑, 担忧从失念的心升起, 因此是圆满舍觉知。 经文详细, 说明了, 如何通过圆满四念处来圆满七觉知。 如何圆满明和解脱。 关于如何通过安那般那念圆满内观, 道志和果志, 佛陀在安那般那念经中是这样说的。 朱比丘, 如何修习七觉知, 如何广修习者, 而令明于解脱圆满。 于此, 朱比丘, 由比丘游离, 游离欲, 游灭, 向舍遣, 以修习念等觉知。 修习择法等觉知, 乃至, 修习经静等觉知, 乃至, 修习习等觉知, 乃至, 修习清安等觉知, 乃至, 修习定等觉知, 乃至, 游离, 游离欲, 游灭, 向于舍遣, 修习舍觉知。 朱比丘, 如是修习七觉知, 如是广修者, 愿满明于解脱。 离, 离欲, 灭, 舍遣都是涅槃的别名。 Divacognisita, 离的索一, 等词的意思是, 为在今生到达涅槃而休息, 它也称为Viver。 Anisita, 轮回结束的索一, 如果只是努力去获取利益, 就是Var。 Anisita, 生命轮回的索一, 游离, 游离潭, 游离灭, 向于舍离, 休息舍觉知, 等京剧。 如果禅修者, 依照技术的方法, 随诸的方法, 安住的方法, 通过安住的方法, 可以达到进行定和安指定, 圆满四念住和七觉知。 但是如果他如此休息时, 向往于死后再生为天人或犯天, 这七觉知就变成轮回的索一。 如果他在成就进行定, 安指定, 和无常随观后, 突然停止休息, 他就容易倾向于轮回的索一。 因此, 去子游离, 游离潭, 游灭, 向于舍禁强调怀有在今生达到轮回结束的目的而努力的必要性, 并且在达到进行定和安指定等成就后不能停止步前。 轮回的结束意味着涅槃。 在佛陀教法期的当今年代, 修行者有机会成就涅槃, 轮回的结束, 因此他们应当尽最大可能去取得这项成就。 他们希望轮回的结束, 所以他们必须为明和解脱而努力。 为了成就明与解脱, 他们必须圆满七觉知。 为了圆满七觉知, 他们必须圆满四念处。 为了圆满四念处, 他们必须修起安纳般耐念。 如果安纳般耐念, 四念处, 七觉知, 明和解脱得以圆满, 三十七菩提分。 同样也得以圆满。 这就是安纳般耐念经的浓缩含义。 快速成就明与解脱的方法, 无非就是第四组四法所描述的。 他说学随观无常我将入息和出息, 等圆满七觉知, 就能圆满明和解脱也急入留者的道和果, 禅修者能在今生到达轮回的结束有云涅槃, 从而断除有身见, 借进去, 以三结, 从恶行和邪命中解放出来, 不会再生于恶趣的, 比如, 再生未畜生, 阿修罗, 或地狱。 如何推进到内观? 现在我们来简单说明第四组四法的修习。 何时可以推进到内观? 依照安纳般耐念经和易柱对入出息念说明的修习次序, 禅修者只有达到第四禅后才开始修习第四组四法。 如果禅修者严格遵从这个修习次序, 那是理想的, 但是如果无法遵循这个次序, 它可以从第三禅推进到内观。 也允许从第二禅推进到内观, 或者从初禅, 或者从进行定, 或者从随逐阶段, 或者甚至是从已经取出了新的走神趋势的技术阶段。 两种方法。 禅修者可以在专注于入息和出息的同时推进到内观。 或者他可以把安纳般耐念作为预备休息, 然后选取五蕴的任意部分作为关照目标而推进到内观。 安纳般耐念经的相关经文是学随观无常我将入息和出息, 等。 这个给出的方法是直接地把内观休息和安纳般耐念结合在一起。 这段经文的要点是, 禅修者在入息和出息时, 必须付出特别的努力去注意入出息的无常本质, 清楚觉知那无常本质。 从技术和随逐阶段。 这两个阶段的休息只是保持注意力在入息和出息, 并带有智慧的觉知他们。 因此, 如果禅修者, 希望从这两个阶段推进到内观, 必须基于色法来努力。 从安住阶段。 在进行定层次, 有两个阶段, 受随观和心随观。 第二组四法, 他说, 觉知喜, 觉知乐, 是受随观的阶段。 第三组四法, 他说, 觉知心, 是心随观的阶段。 如果禅修者, 想从受随观的阶段推进到内观, 必须基于明法中的受心所来努力。 如果想从心随观的阶段推进到内观, 必须基于明法中的心法推进内观。 如果想从安置定层次推进到内观, 可以基于受心所或者心法, 或者他所证到禅那的任意禅之来努力。 以思法为所缘的内观。 如果技术阶段成就后, 不是推进到随逐阶段, 而是推进到内观, 禅修者就必须过度地观照无常, 如经文所示学随观无常我将入息和出息, 等。 禅修者在技术阶段所达到的刹那定, 应当视为, 等同于, 进行定。 作为普通人, 他想休息内观, 可能发现不可能一天花24小时来努力禅修。 因此他必须每天安排三或四个小时, 每天按时和有规律地禅修。 开始禅修时, 首先必须去除新的走神趋势, 把正念确立在呼吸上。 只有去除了新的走神趋势后, 才有能力指示心朝向内观。 不能放弃安那般那念, 必须保持正念于呼吸, 直到获得观治病症得到治和果治。 即使正了果, 即使正了果, 还必须修起安那般那念维持进行定。 五阶段的清静 在内观道上, 有五阶段的清静。 1. 见清静 2. 度移清静 3. 道非道治见清静 4. 行道治见清静 和 5. 治见清静 关于色法的见清静 现在我说明关于色法的见清静如何达成。 入息和初息中总是存在八种色法元素 地、水、火、风、颜色、香、味、和食素。 声音产生时, 它包含九种元素, 新增的一种元素是声。 所有这些元素中, 基本的元素是地、水、火、风。 地元素的特相适应 在所有色剧中都存在的元素。 在地元素起支配作用的事物中, 硬的特相能够触摸或感觉到, 但在不起支配作用的事物中 比如阳光和月光则不能。 不过, 地元素的存在能推理得之。 比如, 如果不存在被凝固的固体, 水怎么能凝固? 如果不存在被燃烧的固体, 火怎么能燃烧? 如果不存在被推动的固体, 风怎么能推动? 地大的特相 硬、 软、 粗、 滑、 重、 轻。 在入吸和出吸这一色运中, 导致珠色法粘结在一起的是水元素。 运中的热或冷是由火元素产生, 运动是由风元素产生。 在入吸和出吸中, 风元素起支配作用。 如果禅修者, 能分别出在入吸和出吸中这四大元素的存在, 然后他就能分别出在整个身体中它们的存在。 依照那种分别, 如果禅修者 能够穿透和觉知到入吸和出吸中它们的存在, 然后他也能穿透和觉知到在整个身体中它们的存在。 水大的特象, 流动、 粘结。 火大的特象, 冷、 热。 风大的特象, 支持、 推动。 从究竟真实讲, 入吸和出吸中只存在地、 水、 火、 风这四大元素, 及其所造元素。 只有用智慧之眼穿透并觉知到这些主要元素。 才能说禅修者觉知到真实。 如果觉知没有穿透的足够远, 无法到达这四大元素, 只是停留于入吸和出吸的外形和形状等概念, 它就依然是处于有身见的道路上。 有身见即如此, 出吸开始于肚脐处, 结束于鼻尖处。 它在开始处, 升起一次, 在结束处。 坏灭一次, 在中间阶段并没有持续地升起和坏灭。 入吸也类似。 这是反复内心根深蒂固的观念。 入吸和出吸是身体的一部分, 禅修者必须通过从入吸和出吸解脱出来, 从而从这个根深蒂固的有身见, 解脱出来。 解脱出来。 摆脱有身见的方法是, 智慧之眼穿透着四种主要元素并觉知到究竟真实后, 入吸和出吸的外形和形状等概念就消失, 每次观照它们。 根深蒂固的有身见就消失。 禅修者觉知到在究竟层面不存在外形和形状没有入吸和出吸。 禅修者觉知到只是存在四种主要元素, 因此达到见清静。 至于身体的其他部分比如头发、体毛等,也是一样的。 一方面,存在外形和形状的根深蒂固的习惯性观念, 比如,这是头发, 同时另一方面,存在四种主要元素。 用智慧去穿透和清楚觉知头发中的四种主要元素, 外形和形状的根深蒂固的斜见将消失。 你将会觉知到头发在真实层面上并不存在。 如此观见它后, 关于头发的见清静就达到。 对于身体的其他部分比如体毛等, 用同样的方式去观照。 关于明法的见清静。 存在心。 心注意入息和出息这个目标。 心注意四种主要元素。 还存在心锁, 比如念、 精进、 智。 心和心锁都是明法。 有实质目标的功能的, 是心。 一再留意的, 是念。 努力的, 是精进。 精通的, 是智。 认为和感觉我将把我的心转向入息和出息。 这是内心根深蒂固的有声剑在运作。 禅修者必须去除这种根深蒂固的有声剑。 如何去除? 转向注意入息和出息, 是一种心的功能。 当这种心在一门出现后, 注意力就转向入息和出息。 它纯粹是一种心, 转向心。 它不是色法。 它不是色韵的功能。 它不是实体或友情。 它不是友情的功能。 它不是我, 也不是我的功能。 在阿皮达摩中, 它称为明法, 心法。 禅修者必须努力去觉知心法, 不要把它和色法混淆起来, 不要把它认为是友情或我。 如此清楚觉知到心法后, 心法的见清静就达到。 心法的见清静达到后, 念, 精静, 和智等心所法的见清静也同样达到。 度移清静 有五种元素, 即地水火风四种色法和心法。 带有智慧的穿透和觉知这五种元素的功能后, 必须努力成就度移清静。 度移清静是通过正德元摄受制, 达到的。 看客的意思是 在无穷尽的轮回中, 有情认同上述五种元素的很多错误见解和错误理论。 这些友情倾向于这些错误见解和错误理论, 比如我见, 常见, 因为它们不聊知名色法的因缘。 这是普通的疑。 经中提到十六疑, 比如我在过去是存在吗? 等等。 这些疑是特殊的疑。 存在于身体内的四种色法中, 有的是夜所生的, 有的是心所生, 还有的是时节所生, 其余的是时速所生。 必须了知色法的这四种因。 身体内部, 有的色法由夜所生, 它们不间断地生起, 就像一条河的连续流水。 也有的色法由心所生, 因而持续不断地生起。 类似的, 有的色法由时节变化所生, 还有的色法由吸收的时速所生。 对于心法, 它们是由认知的特定目标所引生, 比如入息和初息。 依具体情况, 每个特定的心和相应的入息和初息 有着因缘的关系, 这就像影子和阳光的照射量这间的因缘关系。 本节简要描述了五种基本元素的因缘。 如果能带有智慧地了知这因缘, 就能达到度一清静。 我剑和常剑将被剧除。 安娜班纳手册结语 因此, 有五种基本元素, 地、 水、 火、 风、 心。 色法有四种奇因, 夜、 心、 时节、 时速。 明法有两种奇因, 六内处、 六外处。 把它们区分为色法和明法后, 必须依照它们的三种特相无常, 苦、 无我, 反复观照这些明色法极其生灭。 比如, 遭受破坏, 故色法无常, 不畏, 故苦, 没有实体, 故无我。 禅修者必须观照它们, 直到用智慧觉知道它们。 因此, 必须努力修洗内观。 本手册简要说明了, 如何依据经文推进到内观。 相应的经文是安纳班纳念经第四组四法, 给出的学随观无常我将入息和出息, 等内观和入出息结合在一起。 另一种方法是, 在普通的了解明色法后, 禅修者把注意力专注于入息和出息, 达到进行定, 然后观照自身的明色法, 直到用智慧穿透和觉知到它们。 这里, 进行定可以解释为, 禅修者开始禅修时, 他必须首先通过观察入息和出息, 使得心专注和平静下来。 每次禅修他都按照这个步骤去努力, 这种预先的专注和平静工作, 就是进行定的休息。 只有在心已经专注和平静后, 禅修者才可以推进到随意地观察身体的任意部分。 入出息念作为内观的预备休息。 本手册简要说明了, 如何从技术阶段推进到内观。 更多的详细解释可以参看我的时速手册和无我手册。 从随逐阶段, 或从安住阶段的进行定, 或从安住阶段的出, 二、三四禅, 推进到内观的方法, 可以参看技术阶段所说的。 至于余下的三种清静, 十种观制, 入流道制和果制, 请参看我的究竟法简要中的禅修业处节。 安纳班纳念经和义注给出的入出息念禅修业处, 简要说明到此。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